第85章 登基称帝 其实迪奇也的风赏之所以惊人 纯粹是因为太过丰厚 而不是顾列亏待了其他功臣 当日顾列怒斥路易 说他不配丰侯 但其实也只是不配丰侯而已 要知道 王公侯这前三等爵位都是超品 比正义品还要高一等 而且是十丰 十丰的意思就是必须赐予丰帝 顾列刚打下来天下 有那么多分丰 失败功臣谋逆的先例在前 大楚是绝对不可能再推行分封 将国土分裂赏给功臣的 所以 除了迪奇也之外 不论是楚顾家臣还是外来武将 都给予了绝对丰厚的年缝 最低一档都比大楚政 一品官员的年缝都要高 并且 顾列按照功劳大小 为他们虚封了开国郡侯 开国县侯 开国乡侯 三等爵位 这三等爵位虽然远远比不上迪奇也的侯位 可毕竟也是勋爵贵族了 而这些封赏都是不算在十职内的 入朝任十职的功臣 另有一封年缝 比如推辞了后卫封赏的江扬 他如今是大楚丞相 官居一品 那么 除了他论功行赏的功臣年缝 他还可以领一份正义品的年缝 再比如 同样推辞了 开国郡侯爵位的驻北河 他授封大理四卿 除了功臣年缝 还可以领一份正三品的年缝 对于功臣后代 顾列还承诺了英举制度 只要有能力 不愁后人无关可做 因此 顾列对于功臣的封赏 其实是极端慷慨的 能够压制功臣称王称侯的野心 这些封侯的家赏 也是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 更因为顾列自己本身 就是打下江山的最大功臣之一 拥有极高的个人威望 在楚人心中更是唯一的王 在当今局势下 绝没有被替代的可能 那么如此一来 就更加体现了 嫡妻也获得的赏赐之惊人 许多人都在猜测 顾列此举背后的身影 首先是定国侯这个定国二字 就用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朝不是没有打下半壁江山的功臣 但能用上定国二字的 一个也没有 道理很简单 你定国了 那帝王算什么 你一个武将定国了 那文臣算什么 而且顾列在封赏功臣的过程中 很明显地抬举了文臣 没有让武将毒大 唯独一个嫡妻也打破了平衡 这就已经够奇怪了 更奇怪的是 顾列还魄力给了嫡妻也封地 封的还不是别的地方 而是顾列自己的老家云孟泽 而且 还不是只让嫡妻也享受封地的税赋 而是明文写了想云孟泽田地税赋助军 这什么概念 这就等于说跟着嫡妻也的数万精兵 根本不会被打散入边 划入大楚如今管理军队的大都督府 兵部管辖体系 而是顾列直接帮嫡妻也 把精兵养在了云孟泽 和他自己的水势精兵作伴去了 然而 与此同时 顾列并没有给嫡妻也真正管理云孟泽的权利 所以 云孟泽虽然是嫡妻也的封地 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中之国 嫡妻也并没有掌控云孟泽的行政管理权 这到底是防备嫡妻也 还是不防备嫡妻也 叫人看不明白 其二 顾列还给嫡妻也加封了太子太妇 这个官职从先秦就存在于世 但早已成了虚贤 属于三姑之一 多是帝王赏给臣子的美名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但顾列给嫡妻也加封的这个太子太妇 是正义品 还赐助东宫 这就完全不再是虚贤了 而是真真正正的实质 不仅是教养王子 而且是 完全有资格上朝礼式的 尽管众人 都听说过嫡妻也是小王子他舅舅的八卦 可嫡妻也已经是这么大的功臣了 再给他一个正义品的实质 那顾列还怎么把他排斥于政务之外 总不能说 顾列对嫡妻也信任到了这个地步吧 然而 与此同时 赐助东宫这个事 又很值得寻思 让嫡妻也住在东宫 就等于嫡妻也的一举一动 都处在顾列的坚实之下 别说谋逆 就是一言一行 都得万分小心 稍有行差踏错 立刻就会被抓住把柄 所以 不少人认为 赐助东宫这一点 才是以后图穷比现的关键 带着这样的顾虑 尽管大楚朝堂 还未彻底组建成形 众人战队 却是已经差不多战个清楚了 大楚功臣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集团 一是楚顾家臣集团 二是外来武将集团 前者以江阳为首 后者以狄奇也为首 然而这两大集团的内部 都并不是铁板一块 楚顾家臣集团 有文武之分 家臣有五大姓 江左中柱庄 其中江左是武将世家 柱庄是文臣世家 中家可以说文武双全 也可以说两样都相对平庸 眼下 大楚文臣之首 却是江家出身的江阳 目前家臣间并没有太过明显的矛盾 上还算是团结 与此相对的外来武将集团 就可以说是一盘散沙 大楚功臣中的外来武将 大致可以分为 信州降将 蜀州降将主动投奔三类 信州失去了敖哥 势力不如如前 蜀州降将中 最大功臣毫无疑问是陆毅 但陆毅还有个楚人身份 因此 另两位蜀州降将 与他并无太多来往 主动投奔蜀军的外来武将 除了和谁都不亲近的迪奇也 最大功臣就是左右逢源的炎法谷 可炎法谷报完女儿的仇之后 已经是无欲无求的状态 甚至想把副职当正职 和顾列说想去管青天坚 指望他带领外来武将们 争权夺势 还步入自己上比较快 所以 眼下潮局乍看清清楚楚 但其实有些混沌不明的意思 众臣究竟是如何站队 还得开潮后慢慢观察 好在时间充足 楚王登基称帝后 众人就要动身迁往中州都城 正式启用楚都 原本计划是在燕朝皇宫暂居 等中州皇宫建好再搬过去 但顾列认为 地方与中央的文书报信等等渠道 都还莫建立 与其先在燕都弄一遍 再改回楚都浪费时间 还不如直接到楚都弄得清楚明白 其实 江阳市顾虑到中州皇宫还莫建好 但既然顾列不在意这些虚的 那仲臣自然照办 春寒渐退之时 顾列在前朝皇宫登基称帝 年号楚出 定都中州顺天府 楚出四月念三 前朝皇宫经殿 顾列身穿龙袍 冠冕垂流 在中庆情因中 缓步行来 狄其也与江阳一左一右 统帅群臣跪地而迎 齐声恭迎 狄其也望着那人踏上京阶 坐于龙椅 他傲视天下 不怒自威 明明是火凤楚人的杀神帝王 却像是一尊冰雕处的龙神 平身 群臣山呼万岁 磕头谢礼 江阳朗生念出 告知天地山河万民的风表 至此宣布 大楚立国 群臣又贵 恭贺万岁 恭贺大楚 顾列下旨定年号 定都 赐宴 群臣再贵 谢赐 那一夜 所有功臣都像是一家人一般 共饮笑闹 有人想起一同打仗 却莫能走到这太平日子的同僚哭了起来 有人想起 与燕巢血海深仇破口大骂 有人想着 以后终于不用再打仗了 喜极而泣 还有人只是带着笑容 沉默地喝着酒 饮宴过后 杯盘狼藉 这些大将军大官人 不少都醉倒在暗后 打起呼来 顾列的酒壶里装的是白水 他清醒地看着这一切 顾昭早就已经让世人带回店内睡了 狄奇也早不知去了哪 顾列摇头笑笑 站起身来 吩咐世人们 好生照顾喝醉的功臣们 随后 莫让那堆里一仆丛们跟着 慢慢向金殿走去 他要去那里等一个人 这大概就叫守株待兔 还是那金鸾宝殿 还是那足金龙椅 还是那冰冰凉凉的银石地砖 白日里的喜庆红潭已经撤去 因为顾列已经计划烧毁这里 所以但凡还能用 还有用 还值钱的东西都会被带走 那天 狄奇也听了 他和江阳的商讨 不那么褒义地感叹 您可真是勤俭持架 顾列现在回想起来 还行吧 比狄奇也前世那句 谁让您扣门的评语 好听多了 日光下半透明的深紫色银石 在月光下 就是深不见底的水潭 顾列走上金街 坐在那把龙椅上默默思索着朝堂举世 不知等了多久 那只白鹤终于涉水而来 顾列 顾列这回直接给定国侯定了白色袍服 简洁利落的一身衣裳 绣了金线的流云暗纹 省得百官总是参定国侯穿的不合规制 正义品的白鹤不子也正合适 顾列望着这个从头到脚 都是自己一手智般的人 他心生欢喜 也生出恶意 狄七眼